我们在这儿等着您一起读好书 各位好 欢迎来到读书 这里是2023年度品牌出版社号书大赏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北京时代华文书局的执行董事陈涛先生 来分享他们书局出版的好书 陈总您好 李老师您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我们看看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好书是哪三本 第一本是三体的立体书 第二本呢 钢铁薄像 第三本 走进送话 从这个体量上来看就很吸引人 先说三体的立体书 三体是刘慈欣的小说 那这个立体书跟这个小说之间是什么关系 是这样 这是唯一一本刘慈欣老师亲自参与 亲自审定的这样的一本立体书 那么这本书呢 主要依托援助构建的这种宏大的叙事题材 和天马行空的科幻情节 我们呢通过绘画设计和指引机关 忠实还原了其中令人震撼的科幻场景 这里头还原了多少个小说中的科幻场景 目前呢我们把九十万字的文字浓缩成八大场景 先让我们的读者欣赏一下 先说哪一个成绩 先说第一个吧 地球和三体 在原作里啊 三体星呢身处一个没有规则的混乱的星系 那里呢有三个太阳 无规则的运转 那么使得这个三体星的自然环境非常的恶劣 那么如果遇到了比较稳定的恒际源 那么三体星呢才能够发展文明 这是呢乱际源中的冰封的三体星的一些情况 那么打开这一层 还有第二层 第二层 这个部分呢就回到了我们的叫恒际源 恒际源 适当的温度 湿度 三体人可以复活 你可以看到氢染重生的景象描绘得非常之清晰 栩栩如深 这是第二层 再看第三层 这是第三层 乱际源 就来到了最炎热的了 对 仿佛啊你整个的地表在燃烧 岩浆在不断地喷发 这种从恒际源到乱际源 这种反复在三体星重复了197次 文明不断地重生 毁灭重生 所以它以立体模型的方式 再现了这个三体星 两个际源 两个际源 对 这一页呢高度还原了古真行动的宏纳场景 这是三体小说第一步的高潮 是人类对三体星人的有力反击 三体星人与地球三体组织交流的信息啊 那么存储在审判日号邮轮上 就是这个邮轮 为了夺取这些信息呢 我们真实了解三体星人的真实意图 我们人类呢 就在巴拉玉河的两岸 竖起了两道这种钢柱 因为我们的纳米材料有限 所以每隔五十公分 我们就拉上了一条纳米飞刃 当游船驶过 就被这些飞刃切成片 所以你们做的这个纳米线 其实是用鱼线来做的是吗 对 因为在原书中啊 飞刃它是一个纳米材料 它有很高的强度 它可以切割钢铁 我们这条书呢 我们选用了大量的材料 那么既能有透明 有细 又有一些韧性 那我们选择了鱼线 来模拟飞刃 所以其实这中间需要太多太多的巧思 才能够把这个场景很震撼地还原过来 是的 这就是我们的三体立体书 我们带来的第二本书是 也是科幻 科幻也是科幻 这一本又是什么 这本呢是我们科幻界的著名出版人 姚海君老师主编的一套书 这套书呢 是选用了国内最著名的二十三个作家的作品 我们分成十个类型的选题 像大家阿树能讲的金银编辑 星球大战等等十个主题 这本书呢叫钢铁咆哮 一本是大流的全平弹 阻塞干扰 还有一个韩文轩的上校的军刀 把两篇小说放到一起的原因 就是他们有共同的主题 是的 他是描写高科技下的现代化战争 那像这样的一部小说选进来 包括整个系列里面 选了这么几十位科幻作家的作品 你们的读者对象的设定是青少年 是的 青少年 为什么会想到为青少年来制作这么一套科幻小说 我们做这本书呢 这个主编姚海君先生在书中对这个问题呢 做了一个解答 他说呢 首先啊 科幻小说呢 能让孩子们产生对世界的好奇心 其次呢 科幻小说能激发和保持孩子们的想象力 有助于培养他们的科学探索精神 所以专门为孩子们做了这么一套科幻小说的一个系列 是的 好 隆重推荐给大家 这是这个系列中间的一本 那您带来的第三本书 《走进送话》 这本书太美了吧 是的 我们首先从装真上 这本书呢 是由我们中国的著名设计师 朱英春老师设计的 那么朱英春老师呢 是中国最美图书和世界最美图书 的获得者 这次呢 朱英春老师呢 把送话的端庄典雅 所有的形式进行了提炼 尤其这个封面上的金线 非常的细密 对于工艺要求非常高 所以从选材 用料 我们的编辑老师 全程定义 以保证朱英春老师的设计 原汁原味 全程的展现 作者为什么要称 这是十到十三世纪的中国文艺复兴 在书里啊 李丁东老师 跟大家这样介绍的 这个时期的绘画 已经开始了 有了艺术的独立的姿态 开始脱离了功力的制叛而自存 也就是说 五代两宋期间 中国的绘画 才真正的迈入艺术的门槛 所以称其为 中国的文艺复兴 宋代文艺复兴 带来了身为自由 适合艺术蓬勃生长 尤其是水墨 上水化的兴起 成为宋代文艺复兴的标志 而世纪奉行画 则描绘了宋代文艺复兴的 民间社会的新样式 这本书呢 是一本融合绘画史 思想史 文化史 为一体的艺术通识书 作者呢 李东军毕业于 南开大学历史系 他不仅有文学家的文笔 也有思想研究的学术积累 因此它是一本更大的艺术通识书 所以其实是一本写给大众的 艺术通识 那么艺术通识书 它讲走进宋画 那它事实上是在跟我们讲 怎么去欣赏宋画 还是说去分享这个宋画的背后的 那些历史背景和故事 更多的是走入到生活 文化和思想 那么李东军老师在书里 还提出了很多大胆的猜想 特别是跟您举例 这幅画呢 叫千里江山图 这是一张近12米长的 红灰记纸 画的是富裕的美丽的 大宋千里江山 作者王熙梦 书里呢 李东军老师提出 这是一幅献宝图 是31岁的宋徽宗 启用66岁的蔡金当国使 将这张画和大宋江山 一并交到蔡金手里 他把这幅画呢 比作天下 也可以看见 这幅画在孙徽宗心中的地位 那他在提到 这幅画的分析的时候 他是不是提出了自己 不同于他人的一些看法 是的 李东军老师 在书中通过分析 他认为 这幅画 作者不是王熙梦 而是孙徽宗 召集本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个呢 熙梦这个名字 李东军认为 这是个笔名 宋代遵从孟子 在这个朝代 身为君主和王道治国的理想者 那么会是谁呢 而在完成千里江山图 这个18岁的少年天才 王熙梦 为什么在历史中再无踪迹 那么大家可以想想 这背后的故事 是不是特别的有趣和精彩 不过李东军老师呢 在本书中对王熙梦的分析 不仅于此 他还有很多更有力的证据 在这里呢 给各位读者先抛个砖 想知道答案的话 可以在书中去寻找 那我们再重新回顾一下 今天究竟分享了哪三本书 三体的立体书 钢铁 咆哮 走进送话 十到十三世纪的 中国文艺复兴 好的 再次感谢陈总精彩的分享 谢谢您 谢谢您 也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